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又到訪故事的時間 上次介紹皮蒂維耶PTVA 和它的餡料杏仁奶油Creme d'Amour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視頻裏有一段小鎮風光 它和皮蒂維耶這款酥餅有甚麼關係 很簡單,這個小鎮的名字是PTVA 它就是皮蒂維耶酥餅的原創地 而且不僅有一款糕點用這個小鎮的名字來命名 而是有兩款 剛剛介紹的那一款, 其實是較新出現的 但更值得介紹的是較古老的一款 而且被視為更正宗 為何我不直接說較古老的那一款呢? 現在就聽我從頭說起 白雪PTVA, 奇蒂維耶 現在的人口不到一萬 如果不是出酥餅,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回看歷史, 它是非常古老的城鎮 鎮名比古羅馬還要早的高爐時期已經確立 當地謊言的意思是 四條路徑的十字路口 Gare Fours les Gatre Chemin 正是因為它是上古時期的交通匯聚點 所以同時是一個商貿重鎮 做很多香料的交易 正是這些原因 當地人自然想到做一些特色食品 這樣不單有利經貿往來 亦都被人留下好印象 於是就產生了杏仁蛋糕 最早期的皮蒂維耶杏仁蛋糕 據說是用杏仁粉混合麵粉做出來的烤餅 名字叫做Galette 但不知從何時開始 當地人逐步減少用麵粉 變成純用杏仁粉來做蛋糕 亦即是剛介紹的酥餅中的餅餡 而且不論在用料、比例 以至調製方法 這個蛋糕剛好 又跟現在的杏仁奶油Campdown Monde 完全一樣 只不過它在外面加一層主用的糖箱 再加上圖案 這樣就完成了 換句話說 懂得做皮蒂維耶酥餅 就一定懂得做 古老版的皮蒂維耶杏仁蛋糕 後來到17世紀 酥皮工藝出現和流行之後 皮蒂維耶又用它包著杏仁奶油 做出今天的酥餅 令它更加鬆香美味 來到這裏 為了區分這兩款糕點 較古老的一款 全名叫做PTTA風檔 因為風在杏仁蛋糕表面的那層 含香就是風檔 意思是入口即溶 另外也可以叫做PTTA風檔 因為在蛋糕面 塗糖漿的工序叫做Glassage Glassy就是做了這個工序的意思 而較新的一款叫做PTTA風檔 意思是起酥皮蒂維耶 我就直接叫做酥餅 值得一說的是 皮蒂維耶酥餅推出之後 風頭雖然蓋過皮蒂維耶杏仁蛋糕 但另一方面 它始終是地區精品 在銷路上 沒有辦法和一月初 風行大半個法國的應節食品 國王餅競爭 因此 每當人提起皮蒂維耶酥餅的時候 當然要連帶說國王餅 用國王餅來解釋 皮蒂維耶酥餅是甚麼 有點像老大帶小兄弟出道 其實兩款酥餅是很難分 哪個先哪個後的 有見及此 皮蒂維耶居民決心 要重新令他們的高點發揚光大 於是成立了一個組織 La Gauferie de l'autantique Pétipier 中文可以譯做真正的皮蒂維耶同業會 主席的職涵是大師Cormaitre 負責組織活動 去到各地介紹和推廣平替維耶 尤其是較古老的杏仁蛋糕 同時在2017年 向國家工業產權研究所 EMPE 成功註冊專利 完全符合他們所定的要求 才能得到一個 叫做 受保護產地稱號ROP認證 例如其中一個要求 是杏仁蛋糕上的裝飾 已有兩種密淺水果 一種是必加酷 比加羅櫻圖 另一種是Anjolique 當歸的勁 是啊 大家沒有聽錯 真是當歸 不過不是我們中藥所用的乾燥了的筋 而是用糖養過的當歸勁 皮蒂維耶近年尤其積極推廣他們的杏仁蛋糕 相信是因為這個是更古老更正宗的當地美食 而法國又沒有類近的糕點 不像皮蒂維耶酥餅一樣要與國黃餅競爭 同時很多法國人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其實兩款酥餅是有分別的 首先做皮蒂維耶的酥皮 牛油成份和折疊次數要比國黃餅的多 做好之後它的外圍應該要切出花板 而國黃餅一般都沒有 這是在外觀上最明顯的區別 其次就是他們的餅餡 皮蒂維耶用的是純杏仁奶油 這個我在剛剛發佈的視頻已經介紹過 這裏就不重複了 而國黃餅的餅餡 一般是用Camp Fong Gimban 這是什麼來的呢? 很簡單 就是杏仁奶油加高點絲奶油 用量是2比1 意思就是兩份杏仁奶油加一份高點絲奶油 得出的就是了 高點絲奶油Camp Fong Gimban Camp Fong Gimban 在以前的視頻曾經介紹過 今次亦不重複了 至於Camp Fong Gimban 本身又有它自己故事 都留在日後有機會再說 否則有太多題外話 食味方面 兩款酥餅確實有點相似 容易混淆 但我相信如果事先說明 或同時吃兩款酥餅 是可以分得出的 不信? 大家各試做一個來吃 便會知道 今次就說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至今